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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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助鼻子 這支影片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小花美碎老師在2010年所發表的作品 Deep Clear 由於這部作品採用苦澀的甜蜜的女主角 迎川朱莉作為主視角 或許有些觀眾對這位角色並不熟悉 因此在故事開始前 請先讓我簡單介紹一下這部作品 《苦澀的甜蜜》主要講述 天生擁有讀新能力的迎川朱莉 由於有著能夠讀取他人新生的力量 因此一直以來都盡量避免與他人交流 但在淑母鄉野早歲的鼓勵之下 朱莉決定以高中畢業作為轉列點 進入早歲開設的調查事務所 Office S工作 希望能發揮自己的特殊能力 幫助他人 雖然思考模式非常消極 但仍努力嘗試過著積極進取的生活 在一次偶然的機緣下 朱莉認識了性格表裡如一 單純直率的九寶楊泰 楊泰非常喜歡朱莉 為了接近朱莉 她甚至還以工讀生的身份 進入了Office S工作 只不過造成朱莉 厭惡男人的罪魁禍首紅袁立己 竟然也成為了Office S的調查員 起初朱莉非常不願意和前男友一起工作 可是立己的工作能力實在太過出色 朱莉只好勉為欺男 接受立己成為自己的同事 就這樣 雖然三人之間圍繞著複雜的情感 但仍順利的聯手解決了 一件又一件棘手的委託 當朱莉因為在SHU事件上 時空暴走 而被排除在重要工作之外的那段期間 她偶然的接到了一通電話 當時電話那頭的男人向朱莉表示 希望調查室Office S能接受她所提出的調查委託 於是朱莉以假名一目珠子 和男人相約30分鐘後 在Office S進行面談 30分鐘後 電話中的男人向魔靈 帶著女演員蒼田沙男來到了調查室Office S 朱莉雖然一眼就認出了眼前的女子 是相當知名的演員 但仍穩重地先行向兩人抵出了假名片 進行自我介紹 一旁的楊太卻興奮地喊出了沙男的名字 朱莉趕緊向兩人陪不示 不過沙男並不在意 反而還很開心地向楊太打招呼 初次見到沙男的朱莉 在她身上感受到了天生的明星氣息 那是一種相當燦爛非常耀眼的氣 彼此相互自我介紹後 阿玲向朱莉說出了前來拜訪Office S的緣由 由於沙男預計要主演一齣連續劇的偵探角色 為了讓沙男能夠延好這個角色 阿玲透過某個可靠消息得知 Office S有位既年輕又能幹的女性調查員 希望能藉由專業偵探的親身經歷 讓自己更加投入角色中 沙男才會前來拜訪 明白兩人的來意後 朱莉委婉地表示 阿玲口中的那位女性調查員 或許指的就是自己 沙男於是興奮地問道 原來年輕的女調查員指的就是櫻木小姐啊 能請教你的年齡嗎 朱莉回應道 非常不好意思 調查員由於工作性質的關係 多少會隱瞞自己的真實身份 聽到朱莉的回應 沙男立刻眼睛一亮 雀躍地表示 原來如此 這不能說啊 然後趕緊拿筆 將這件事記了下來 接著朱莉向沙男表示 基於手密任務 可能有些事情不方便對外透露 因此無法保證能否提供讓她滿意的資訊 只不過沙男認為 哪怕只是稍微聊聊天 一定也能有所收穫 於是更加積極地拜託朱莉 無可奈何之下 朱莉只好向她表示 會將此事轉達給市長 Office S的市長聽聞此事後 建議朱莉不要向對方索取報仇 而是以學習職業的演技 作為接受取材的交換條件 朱莉很快地將這項決議告訴了阿琳 沙男也很爽快地就接受了演技指導的要求 但此時阿琳卻在電話中向朱莉表示 她個人有其他委託 稍後就會再次前來拜訪 對阿琳的這項舉動感到相當好奇的市長 於是和朱莉一起接見了阿琳 再次來到Office S的阿琳 原來是想委託Office S替她秘密 進行雨山求人的外遇調查 阿琳向市長和朱莉表示 雨山是沙男的丈夫 但兩人目前卻處於分居狀態 阿琳對此非常擔憂 很想弄明白他們兩之間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 談話的過程中 朱莉透過讀心發現了阿琳對沙男 抱持著如同父親疼愛女兒般的感情 為了讓朱莉學習如何處理來自內情人士的雙重委託 一向很討厭外遇調查的市長 立刻就接下了阿琳的委託 之後沙男和朱莉正式簽下了合約 展開了為期三天的取材與演技教學 為了秘密進行阿琳的委託 朱莉嘗試在和沙男的對談中讀取她的心思 可是朱莉卻因此發現了沙男的腹部有著一個小小的氣 察覺沙男可能懷有生育的朱莉 於是刻意問沙男結婚至今是否已經三年了呢 可是身為工作狂的沙男在聽見三年前的這個關鍵詞後 滿腦子想的卻都是和三年前的工作有關的事情 當沙男反問朱莉是否有考慮結婚時 朱莉也很刻意的回答 不 完全沒有 對生小孩也完全沒有興趣 但過於熱心工作的沙男卻完全沒有察覺 直到沙男準備離開Office S時 朱莉才終於讀取到沙男在內心對腹中孩子說的話 確定沙男懷有生育後 朱莉更加想不透羽山和沙男為何會分居 為了深入調查朱莉在楊泰的陪同下來到了羽山任職的整顧醫院 她假扮成楊泰的姐姐在羽山的同意下 陪著剛好扭到腰的楊泰一起進了診間 可惜羽山屬於相當難以被人讀取心思的類型 因此問診結束後朱莉和楊泰只得知了 羽山是個會自費提供患者要用貼布的醫生 以及羽山的頭髮一直以來都是交由沙男修剪的這件事 由於沒能從羽山的身上打探出情報 朱莉只好將目標轉移至整顧醫院的女職員 她們兩人刻意跟這名女職員搭上了同一班公車 再假裝不期而遇自然而然的向她搭話 雖然女職員屬於相當容易讀取的類型 但她的內心話中卻完全沒有半點有用的線索 隔天沙男在向朱莉傳授演技時 她為了拿取放在皮包內的劇本不慎被桌子絆倒 朱莉見撞趕緊鋪到在地讓沙男摔進自己懷裡 多虧了朱莉的救護 沙男和寶寶並無大礙 但沙男原先放在皮包中的母子健康手冊 卻因此掉了出來 朱莉於是趁機詢問沙男是否懷孕了 沙男稍微思考了一下 認定朱莉是個口風很緊的人之後 她摸了摸自己的肚子並向朱莉說道 嗯...這裡面有小寶寶 已經七個月了 朱莉連忙恭喜沙男 恭喜你 你先生一定也很高興吧 這時沙男的腦中卻浮現出了 雨山說著要生就分手的畫面 回想起這個畫面的沙男 默默地在心中想著 無所謂了 我要自己一個人生 為了不給朱莉添麻煩 沙男趕緊擦乾眼淚笑著向朱莉表示 孕婦常常會莫名其妙哭起來或是歇斯底里 聽說是荷爾蒙在作祟 所以不用在意啦 然後便借故離開了Office S 看著沙男一邊在心中提醒自己要振作 一邊默默離去的背影 朱莉再也無法做事不管 她立刻進行偽裝 動身前去跟蹤雨山 跟蹤這段期間內 朱莉發現 雨山工作結束後 頂多去逛逛書店或超商 然後就直接回家了 和一般外遇者的行動模式相差甚遠 正當朱莉思考著該如何 才能從雨山身上讀取到更多訊息時 雨山卻消失在朱莉的視線範圍內 焦急的朱莉趕緊探頭張望 試圖尋找雨山的身影 不料卻突然被雨山從後方抓住手臂 雨山誤以為朱莉是沙男的粉絲 於是告訴她即使跟蹤自己 也不會有什麼好處的 朱莉立刻將計就計 向雨山說道 我從以前就很喜歡沙男 她是我的偶像 最近她很少在螢光幕前曝光 讓我好擔心 雨山向朱莉表示 沙男現在確實有在減少工作量 朱莉於是追問道 請問應該不會是生病了吧 這時雨山回想起了過往與沙男的種種回憶 趁機讀取到雨山心思的朱莉 總算得知了一切的真相 原來雨山完全沒有外遇的念頭 她之所以不希望沙男將孩子生下來 只是因為她認為生產就相當於在賭命 深愛沙男的她 非常害怕妻子也會像自己的母親一樣 因生產而過世 很快的沙男在Office S取材的日子 已經來到了最後一天 懷孕的秘密曝光後 沙男面對朱莉反而變得更加無話不談 朱莉也因此從沙男口中得知 她目前正在娘家待產和先生分居中 以及雨山對生產這件事有些陰影 因為她很認真地叫我不要生 我們因此大吵了一架 只好等我平安無事地把小孩生下來囉 我要邊笑邊生 把她的心靈創傷一掃而空 雖然沙男嘴上笑著像朱莉這麼說道 但朱莉卻藉由毒心術 發現醫生似乎曾對沙男說過 胎兒有早產的危險 之後朱莉將雨山並沒有外遇的事情 告訴了阿玲 從阿玲的反應來看 她似乎早已猜到了分居的原因 只是因為一直不見對方來接走沙男 為了以防外衣 才利用取材的機會順便對雨山進行調查 過沒多久 沙男也在電視上公開了自己懷孕要請產假的消息 朱莉也在經歷萬般糾結後 和楊泰走到了一起 等到她再次與沙男相見 已經是沙男懷胎9個月時的事情了 為了確認產後要開拍的偵探連續劇劇本 是否符合事實 沙男將朱莉找到了娘家 順利的幫編劇修改完劇本後 沙男和朱莉聊起了楊泰的八卦 正當沙男為朱莉和楊泰開始交往這件事 感到開心時 朱莉突然站起身來靠向了沙男的肚子 覺得寶寶的氣變得微弱的她 以自己擁有能夠感應到人身上像氣一般的東西為由 請求沙男立刻前往醫院 拜託你了 就當是被我騙了 請去一趟醫院吧 看見朱莉的表情那麼認真 沙男也不再推辭 向媽媽報備過後便搭上計程車來到了醫院 為了獲得優先診療的機會 朱莉要沙男發揮演技 假裝成極準病患 沙男精湛的演技成功的騙過了櫃台的護理人員 組織醫生也連忙趕來查看沙男的身體狀況 沒想到醫生竟然還真的沒有察覺到太動 所幸在一番搶救之下 順利的救回了寶寶的性命 原來當時朱莉會發現寶寶的氣息變得微弱 是因為寶寶的脖子被臍帶給纏繞住了 沙男非常感謝朱莉即時發現寶寶的狀態有問題 但兩人話才剛說到一半 沙男的羊水就破了 躺在病床上的沙男麻煩朱莉打電話通知自己的母親 但在朱莉詢問沙男是否也要聯絡丈夫時 公縮所帶來的疼痛感讓沙男幾乎無法思考 只說了句隨便啦 然後就被推往了病房 羽山接到朱莉的來電 告知沙男準備進行生產時 她還因為過度震驚 直接將話筒摔到了地上 掛掉電話後 羽山一臉世界末日的向同事們表示 她的老婆要生小孩了 對此感到相當開心的院長與同事們 要羽山趕緊到醫院去 剩下的病人交給院長就可以了 過沒多久 沙男的媽媽和阿玲都來到了醫院 朱莉也在醫院的門外發現了一臉憂鬱的羽山 她招呼羽山快點進去陪伴沙男 但羽山卻轉身想要回去工作 朱莉只好拉住羽山的衣腳阻止她離去 這時羽山腦中的負面情緒 傳遞進了朱莉的心中 為了將羽山帶到沙男身旁 朱莉趕緊向她說道 沙男小姐很有精神喔 她滿臉喜悅的說著 以前唸的台詞所代表的意義 現在終於知道了 當時在念這句台詞時 雖然完全無法掌握其中的意涵 現在能夠親身體驗 真的覺得好幸福 領悟到沙男心意的羽山 於是默默地走進了醫院 之後沙男在分娩室 折騰了八個小時 仍舊沒有將嬰兒生下來 已經體力不支的她 瞬間就昏了過去 在手術房外 焦急等待著的羽山 聽到沙男昏迷不醒 立刻衝到手術室前 輕聲地喊出沙男的名字 此時一旁的朱莉聽見了 羽山在內心對著沙男呼喊著 沙男 如果你死了 我也會死 感受到羽山對沙男強烈的愛情之氣 朱莉嚇得跌坐到了地上 與此同時 沙男也彷彿聽見了羽山內心的呼喊似的 突然就恢復了神智 沒多久沙男順利地產下了一名女嬰 天心樂觀的她 一看見寶寶的臉就哈哈大笑了起來 說著長得好像你爸爸喔 在手術室外聽見這一切的羽山 顯得既難為情又開心 手術過後 羽山進了病房 溫柔地用手摸了摸沙男的頭 深情地看著沙男 聽他說著深慘的心得 不想打擾兩人天倫之樂的朱莉 則悄悄地離開了 沙男出院後沒多久 便在娘家舉辦了寶寶的見面會 被沙男視為救命二人的朱莉 也受邀參加了派對 讀者們許久未見的小剛 牙屎 風花 羽山爸爸以及沙男的媽媽 也都出現在了派對上 從眾人的談話中可以得知 沙男目前還沒想好寶寶的名字 該取什麼才好 接著羽山突然抱著寶寶 衝進了客廳 原來是因為寶寶大號了 不知道該如何幫大號了的寶寶 換尿布的羽山 只好抱著哭泣不止的嬰兒 來向沙男求助 派對結束後 朱莉臨走前以友人的身份 將寫有自己本名的名片交給了沙男 得知櫻木珠子的本名 原來是迎傳朱莉後 沙男感到非常開心 最後沙男抱著小寶寶 和羽山一同向朱莉說再見 看著沙男羽山和小寶寶三人同框的畫面 朱莉的內心突然湧起了一股幸福的感覺 幾天後 朱莉收到了沙男的郵件 信上寫著 給親愛的阿朱等於朱莉 名字拍板定案囉 叫做羽山沙莉 請多指教要再來找我玩喔 Deep Clear的故事就到這裡告一個段落了 接下來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小花美穗老師在後季中提到的一些小插曲 在苦澀的甜蜜單行本第七集的附錄中 小花美穗老師有描述了一段 沙男和羽山決定結婚的緣由 簡單來說就是高中畢業後 想要學習自立更生的羽山 從家中搬了出去 開始了一個人的生活 之後由於沙男經常賴在羽山家 漸漸的便形成了半同居的狀態 對此沙男的媽媽表示 與其持續這種曖昧關係 不如結婚算了 沙男將媽媽的話 轉達給羽山後 羽山一開始其實是拒絕的 因為她認為自己還不夠可靠 一番爭論過後 兩人最終還是在23歲時就結婚了 在訪談中針對阿玲和媽子 是否有情人重成眷屬的這個問題 小花美穗老師的回應是 兩人雖然曾經一度步入禮堂 但最後還是因為理念不合而分手 可是分手後依然藕斷絲連 維持要離不離的躲信關係 老實說我很驚訝 作者竟然會覺得 這是最適合他們兩人的發展 其實我手上的這本 《Deep Clear》單行本中 還收錄了一則18頁的短篇漫畫 《Misty Blue》 這則短篇並沒有於雜誌上刊登 而是以獻給玩偶遊戲粉絲的心態 特別收錄在這本書中 藉由這則短篇故事 我們可以得知 家村職成目前仍然活躍於演藝圈 除此之外 作者還畫出了職成 目前正在跟男人交往的劇情 不過我覺得 作者應該不是想要將職成描寫成雙性戀 而是想表達 由於職成實在太過深愛沙男 以至於無法愛上其他女性 才會嘗試以正面的態度 去接受認真追求自己的男人 短篇的最後 沙男也一直擔心著職成是否幸福 得到助力肯定的回應後 她才重新展露了笑顏 作為出道20週年的紀念 小花美穗老師結合自身創作的兩部長篇作品 玩偶遊戲和苦澀的甜蜜 創作出了這則許多讀者們 都一直隱隱期盼的範外故事 身為玩偶遊戲這部作品的超級粉絲 我很滿意這樣的續作 不知道各位的感想又是如何呢 其實我從小就很喜歡 玩偶遊戲這部作品 所以才會選擇水之館 作為童年補玩系列的第一集 然而三個月前水之館的影片發布後 卻沒有獲得太大的反響 於是我便捨棄了製作玩偶遊戲 相關影片的想法 直到最近水之館這支影片 突然受到了演算法的推廣 不但很幸運地突破了5萬次的觀看紀錄 還獲得了對我而言不少的訂閱數 我也因此重拾信心 決定繼續製作玩偶遊戲的相關影片 真的非常感謝大家 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期再見 掰掰